中国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发布海南自贸港首张零关税清单 是针对企业生产自用的 或者两头在外模式进行加工所消耗的原辅料的正面清单 清单出台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多位专家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举将进一步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 推动产业发展 助力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称 首张零关税清单公布是关键的一步 是要走稳走扎实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今天可能几种几十种和当地产品相关的密切度更高的 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不断开放 进一步扩大 中营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 首张清单出台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大进展和突破 它满足了海南现有产业的需要 促推鼓励产业的落地 游历海南经济发展 是兑现零关税的早期安排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中心主任余涛认为 企业应结合清单及自贸港原产地原则 更有针对性的谋划发展战略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呢 就是说相关的这些企业 包括三大主导产业 包括热带特色农业的这些相关行业领域的这些企业呢 应该说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充分利用好民关税这样一个政策 能让自贸港民关税的这个企业原辅料的这张这个正面清单呢 发挥出它的效能 对吧 来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相关产业相关领域的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